美股中不少高估值个股相计倒下,而由于当中的增长故事,看起来似乎未变,股价打折难免吸引投资者若若欲使,希望成功低级,投资机构研究总监Michael Vatnick提醒,既然以往这类股份上升之際,基本面与估值并没有成为左蓝星势的天花板。 在下跌时基本面,估值也难以为价格带来支持,即使对基本面的预测最终正确也一样,不过,Vatnick也非一尾雪教,他自然也会被吸引去接飞刀,而且还不止一次,不过他在操作上只会动用很小的注码,而且进出场也是快手快脚。 而如果决定投入较大注码,建立相对具规模的仓位,Vatnick认为有下列数个选项,一是在自己感觉舒服的范围内。 设定教紧的指示,如十至百分之十五,二是预先给自己心理准备,有可能要等待相当长的时间,接货的对象才能修复失地。 这个时间随时可以是以年计,而不是以月计,更有最终未能翻新的可能性存在。 第三个选项,也是Vatnick认为是较好的选择,事先耐心等候,待跌势停止,开始反弹,以至创下高于前底的走势,才去参与或许更容易。 第二,今日所有文明的增长股如FAANG,都曾经历大跌,很多更不止一次,单看往即容易吸引投资者纳至长线持有。 Vatnick指,即使决意要与其金斧与共,吸纳的手法与心态都要多加小心,因为往往在认为已不会再走低的情况下,短期内却仍会出现令人意想不到的进一步跌势。 谢谢大家